哈喽,大家好,我是一个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机器人爱上金发碧眼美女的故事 下雪的夜晚,老奶奶向自己的孙女讲着睡前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佩格是一个小镇上的化妆品推销员 她生活的小镇十分的美丽 风情如画,绿草阴阴,鲜花盛开 韩国侧的房子更为这里增添了梦幻般的色彩 人们热爱生活,一大早便开始忙碌 佩格女士也不例外,她开始推销自己的化妆品 但是受处碰壁,她的生意并不好做 好不容易说服了一个漂亮女人使用 全面想到那个女人根本就没有钱买 佩格一筹莫展的时候 她决定去善点的城堡碰碰运气 城堡在一座山上,周身黑色 周围还长满了枯树枝 和明亮的小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要不是生意不好做 佩格说什么也不会去那里的 她小心翼翼地开着车来到了城堡 因为年九十休,城门上布满了裂痕和苔藓 城门的两旁有两只巨大的精灵 门的最上方是一只山羊 城堡到处都是动物的雕像 佩格穿过城门后发现下面的景象 焕然一新 绿色的植物被雕刻成动物的模样 鲜花盛开,井然有序 佩格满怀好奇和惊讶 小心翼翼地探寻 她打开门,惊奇地发现 里面布满了事件器材 无论怎么打招呼都找不到任何人 擅自进入二楼时 发现天花板早已楼出一个大洞 壁挂楼处竟然有一张床 里面贴满了大大小小的海报 此时佩格发现身后角落有动静 角落的人一步一步靠近了他 等他看清楚 才发现原来这个人满身的金属 头发乱糟糟 更可怕的是他没有手 剪刀取代了他的双手 佩格吓了一跳 发现他没有任何恶习之后 佩格才放下心来 经过一番交谈他才知道 他叫爱德华 并且已经无父无母 经过仔细观察 佩格发现他的脸上布满了伤痕 十分重重保养他被爱德华擦拭伤口 他觉得这个可怜人应该跟他一起回家 并亲自照顾他 于是爱德华开心地坐上了佩格的车里 看着外面的一切 爱德华看到惊奇之处 往往会忘记自己的双手 而感到不好意思 他是一个十分有礼貌的孩子 会对自己的鲁莽行为感到抱歉 他好奇地欣赏这陌生的一切 佩格带一个男人回家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小镇 女人天生爱八卦 他们都试图去打探消息 佩格带着爱德华来到家里 他的家里十分地温馨 爱德华很喜欢这里 佩格为他一一介绍自己的家人 最后爱德华的目光 停留在佩格的女儿金的身上 他对金一见钟情 佩格小姐十分细心地照顾他 给他拿新衣服 他来到一个房间 里面有很多的玩偶 镜子前也贴满了照片 他的一双剪刀手很不方便 再次划伤了自己 并且还不小心把水窗扎破了 他竟然穿上了佩格给他的衣服 佩格小姐接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电话 他无暇顾及自己的电话 便来召开爱德华 帮他穿好衣服清理了伤口 晚餐时 诺大的剪刀手 无法轻易地抓起豆子吃 爱德华睡在软软的床上 还有一次的不适应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城堡 难免会有些不习惯 当太阳升起 男人们依旧离家工作 女人们依旧在家等候着八卦的时间 先来巫师的爱德华 学着比尔的模样开始剪草 爱德华展示出了自己的才华 他将一颗展示很多杂质的植物 修剪成一只美丽的恐龙 大家无不惊叹爱德华的才华 佩格发现 自从带爱德华回来之后 电话也多了起来 从每天那个大家避而不舍的推销员 摇身一变变成了小镇的焦点 邻居们这时也蜂拥而至 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认识爱德华 其中有一个邻居可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爱德华是灾难 要让他离开 可是根本就没有人理会他 佩格让爱德华想起自己的过往 在城堡里 所有的一切都是用机器来完成的 包括每天的食物 老发明家十分的开心看着自己的这些发明 将一块鲜形饼干放在切菜机器人身上 原来这都是爱德华最初的样子 这天聚会在一个下午照常进行 人们亲切地打了招呼 对躲在一旁爱德华品头论足 捡到手的功能除了开一拉罐还能做烧烤 各式各样的女人来为爱德华食物 她们争相恐后地邀请爱德华去家里 待梦的爱德华一意给接受了 晚上爱德华又想起了自己的过往 当他被制造出来后 她们将像对待孩子一样给他讲睡前故事 只不过那时候爱德华还是一个没有腿的半成皮 深夜前去露营的金终于回到家里 他和男朋友节目吻别后回到了家 这时的金还不知道爱德华的存在 当他回到家休息时 看到躺在床上的爱德华 瞬间把他给吓了一跳 爱德华也因为金的叫喊而感到害怕 比尔重新为爱德华安排了住的地方 为了他到了宁末之来安抚他的心情 还告诉爱德华 金正是年轻气盛 赫尔蒙很强的时候 所以反应有点大 爱德华喝完后才发现那是酒 爱德华就这样醉倒在地 这可给自己的心上人留下了坏印象 第二天 爱德华受邀去各个女人的家里 为他们修建植物 在他们面前剪纸 只见纸切废物 不一会儿一件艺术品就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大家都拍手称赞 晚上金带着杰姆在家一起吃饭 爱德华热心地为他们切肉 虽然爱德华有好的姜肉递给了他们 可是却遭到他们的拒绝 这时爱德华一不小心将肉吊在了金的身上 尽管爱德华及时的道歉 可换来的是金的武士 聚餐就这样不还二三 早上爱德华像往常一样来到邻居家修建植物 这时一只小狗住过 爱德华操控着自己的剪斗 只见狗毛飞舞 不一会儿一只央气的狗就出现在主人面前 小镇的人都闻讯赶来 一个女人突发奇想 让爱德华来剪自己的头发 他们尽情地享受爱德华剪发的过程 因为爱德华的存在 佩格的事业更加成功了 在爱德华的帮助下 让他有机会和总裁打电话 佩格在他的脸上 调食着各种各样的护肤品 这一天 回来的爱德华发现金没有带钥匙 就用自己的剪刀帮他开了门 这让一旁的节目十分的惊讶 爱德华的名气 让他和佩格一起上了电视 演播时摆满了爱德华的杰作 观众提了很多的问题 主持人问他 有没有心仪的女孩时 爱德华愣住了 他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之后爱德华就更加的出名 他不再只为小镇上的人服务 连接让他为自己的美容院工作 并且还试图勾引爱德华 单纯的爱德华 根本就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但是他还是匆忙地逃跑的 比尔带着他去银行贷款 希望以爱德华的魅力 带出更多钱来 但是并没有成功 银行拒绝了他们 这天 节目想让爱德华帮忙 偷自己老爸的车 在节目的再三卷说下 金同意来找爱德华帮忙 但没想到的是 爱德华一进入房间 报警系统就启动了 只有爱德华一个人被锁在了里面 侦探感到 爱德华像一个犯人一样走来走去 他举起自己的剪刀手 侦探以为爱德华举着武器 准备要枪毙他时 小镇的人出现 及时制止了侦探 侦探逮捕了爱德华 片哥和比尔来到侦探局 看见被捕的爱德华 他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 坐在角落里 他们不问事情的经过 就认定了爱德华是盗贼 不断地质问他 为什么这样做 为了保护金 爱德华选择了沉默 医生为他诊断 给出的最终结果是逾于释放 被放出来 爱德华再次遭到小镇上的人议论 人们开始怀疑他的善良 电视台都来采访他们 爱德华不堪即扰 因为这件事情 已经没有人再愿意来检发 只有金知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悄悄地来关心爱德华 或许是出于愧疚 当爱德华告诉金 他一大早就知道 那是杰姆家 只因为金让他去坐实 金十分的惊讶 并对前来找他的杰姆发了火 他们都没有勇气承担责任 互相推写责任 爱德华看到杰姆也十分的气愤 捡坏了窗帘 划破了墙壁 晚餐时刻 他们叫爱德华明辨是非 但是爱德华的心智过于单纯 如果捡来钱 就交给自己的朋友 佩格的家人对爱德华的认知感到无奈 此次事件后 肖镇流言四起 他们开始议论爱德华 就连爱德华被勾引 也说成是爱德华强迫别人 他们颠倒是非的能力 出奇的厉害 佩格的家人 这时对爱德华的态度 似乎也不那么热情了 圣诞节即将到来 佩格一家人都在精心地布置圣诞树 爱德华则在院子里 被金雕刻巨大的天使雕像 金翔着着飘下来的碎冰 像片片雪花一样 就在这时 杰姆大喊一声 爱德华伤到了金 杰姆出来不停地指责爱德华 站在屋顶的比尔 看到了爱德华愤怒地离开 怒火中车的爱德华 将小镇的花草都剪断了 将汽车的轮胎都扎破 将恐怖的花草 摆在胖女人的窗外 愤怒的情绪报复着一切 人们到处寻找着爱德华 佩格和金也祈祷爱德华没有事 爱德华就这样坐在路边 善良的人 总是被小镇的人不断地误会 为了躲避侦探 他再次回到佩格家里 这时的家里布满了彩灯 拥有了节日的气氛 金在家等着爱德华 看到金的爱德华 却不等其他拥抱 他难过地来到窗边 金看出了爱德华的感情 主动拥抱着他 爱德华再次陷入了回忆 发明家曾经给他准备了一双手 但是正当他们为之开心的时候 发明家突然离开了人世 手还没来及地给爱德华装赏 爱德华轻轻地抚摸着发明家 却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另一边 气急败坏的杰姆计划着报复爱德华 他们开车将弟弟装飞 爱德华查看弟弟有没有受伤的时候 剪刀手却不小心划伤了弟弟的脸 人们都惊恐地看着爱德华 都以为是他要伤害他们 当侦探来临 侦探鸣枪示警放过了爱德华 他再次回到自己黑暗的城堡中 可不依不让的人们决定冲向城堡 金跑向城堡 找到了受到惊吓的爱德华 正当金安抚他时 杰姆带着枪赶来 金阻止杰姆开枪 两个人不断地扭打 他把金推在一边 拿起棍子打向了爱德华 爱德华被打倒在地 这时金来阻止 却再次被杰姆打伤 爱德华看到自己爱的人被打伤 气就不打一出来 挥起剪刀手将杰姆推出窗外 杰姆摔死 被赶来的人群撞个正着 爱德华深情地望着金 对他不舍地说再见 金闻了爱德华并和他永别 最后金决定保护爱德华 告诉所有人 爱德华已经死了 让他们不再追究下去 转眼回到了现在 原来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就是金 他很伤感 这么多天都没有再次见过爱德华 他依旧相信爱德华还活着 因为只有他在 小镇才会下雪 雪花是爱德华对金爱的表达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经典爱情电影 剪刀手爱德华 通过爱德华纯真的心灵 来突出小镇上的人的丑恶 即使他们住在如画般的地方 依旧难以掩盖他们的邪恶 爱德华虽然难以给金温柔的拥抱 却能给予他最温柔的心灵 这是一部非常具有童话气质的影片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本篇 好了本期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